有个听众给我们传简讯过来 动作非常快 那也欢迎大家呢 如果继续还有简讯的话 你还是可以继续放过来 我们一样会把你转给 这个加州健保的专员 那有个818 Area Code 最后尾号2755的这一位女士 她特别给我们留言 她说她们夫妻双方呢 有一方在公司工作 那这个公司是有提供健康保险的 那提供健康保险的话 是不是她所有的家人 在这个情况下 她就不能够获得 加州健保的这个补助 因为公司已经补助她的老公了 那家人虽然没有被补助到 那已经有一方被补助了 是否这样就不符合条件呢 可不可以请文迪帮我们解答一下 对 如果说你老公 或者你自己已经从公司那里 拿到健康保险的话 你是可以从我们这里买到保险 但是你是拿不到补助的 从我们这里买健康保险 是说如果你自己是self-employed 或者你是说你现在是个contractor 你可以从我们这里买到保险 然后可以拿到补助 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 你的那个老公或者自己是从employment那里 拿到那个健康保险的话 那你是拿不到补助的 嗯 好的 好的